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没更新啊 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头条的后台的可能是推送的问题啊 经常现在是不推送啊 大部分都在靠我们自己去看啊 自己看 点到我的这个头条号里边啊 进这个视频的选项就可以看到啊 每周的话 周一和周四啊 基本上是固定的啊 很少 极少特殊情况会停更啊 基本上这两个 一年可能也不一定有一次两次啊 好吧 嗯 开场的这个是个儿童啊 儿童的维尔道的钉银 这个说过很多次了 这个 而且这个儿童是被 被家长处理过啊 拿棉签捅过的 明显有一个棉签挤压的痕迹啊 还好这个孩子啊 怎么说呢啊 这个孩子真的是不错啊 这个但是不能强求啊 这孩子操作的时候哭了 但是他不动啊 他就 他顾他的 但是一丝纹丝不动 否则的话 这个东西是不能硬搞的啊 小孩你看他一个字在抖 因为这个东西你强行动的话啊 像这种金属的器械很容易损伤外耳道啊 当然有些医院习惯是 常规先点药去 然后后期去处理 这种情况不安全啊 你点完药以后 这种肝块有时候张开以后 孩子也很不舒服 你赶上那个不配合的 你点完药他也不让你碰 也白搭啊 所以我的愿子 如果孩子能够配合 咱们就清理 如果确实是啊 闹得很厉害啊 这个单纯的外耳道叮铃穿色啊 你对儿童影响极小啊 不要去强行的去处理 好吧 呃 刚才是一个儿童的啊 这个病例呢 是一个 外耳道胆指流啊 外耳道胆指流 我去年12月份 因为我记不住了 人是我是记不住 但这个患者是说是去年12月份 当时在门诊清理过一次啊 然后半年嘛 复查 我当时跟他说的是一年 他有点紧张 因为他在我这处理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次清理了 呃 第一次是好几年以前啊 当时是去手务室麻醉了 不在我们医院啊 在别的医院 不清楚当时医生有没有跟他交代这个复查的事 反正他后来就隔了好几年 也没再看 然后后来等过了大概四五年以后啊 嗯 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 复发了 完全堵死了啊 再去找第一次手术的医生的时候 医生还是跟他说 那你去手务室全麻了 他就害怕了 呃 因为全麻的话 在清醒的那段时间 确实很不舒服啊 有一段时间人是很不舒服的 麻醉的过程当中 他是不知道的啊 那当时去年年底呢 我就给他再门诊啊 试了一下 还不错啊 咬了咬牙 居然说疼了一身汗嘛 也就取出来了啊 然后这次定期来复查 呃 半年啊 半年 这就是基本上像预期的一样啊 因为他这个外耳道的字节功能丧失以后啊 呃 这个定期会有这种呃 缴化的东西堆积啊 还好半年时间可能还不算太长啊 如果说他再隔四五年 没准又再堵死了 那个就很难了啊 他这个外耳道的空间呢 已经被破坏了啊 骨骼 局部形成一种像怎么说呢 呃 毯之前说过啊 毯子装的啊 他这个毯子也是 靠礼啊 靠礼 所以这种呢 如果用肉眼的话啊 肉眼的话盲区太多 根本是很难清理的 虽然刚才用耳内镜啊 远看好像就一点 近条 近接 贴近处理的时候 可以看到啊 坨还不小呢 里边还是个大坑啊 这个外耳道皮肤的这种字节功能啊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它就是原厂的啊 就是原厂 从右自身的这个外耳道皮肤才有这个功能 你后续往上移植 因为我们可以从身体其他去啊 移植啊 传统老的医生有从 呃 大腿的啊 还有从肚子的都有见过 移植进去以后还是不行啊 那块皮肤依然没有这种功能 在靠近骨膜的区域啊 外耳道的呃 这块我们叫眼骨啊 或者叫外耳道的骨部啊 骨子被挤压式破坏一个大坑 现在有了耳内镜啊 这个我们的视野可以抵近观察啊 最后剩一小片 这位置空间还是很狭窄的 呵呵 小圆钳子一点一点啊 ok了 他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啊 还做了骨膜的修补和听骨的置换啊 目前看这个再修补的骨膜还是完好的 仍然是定期复查骨可以 这次就很简单了啊 也没那么疼 不像他去年年底那次 当时应该是 呃 他没说 但是一般来讲 在门枕就是处理的 基本上都是后背都是湿头了 就是 这个是很简单了啊 普通的自然形成 为什么很多一看就知道是被后天加工的啊 你看这个形态表面就能看出来 看多了就很容易啊 跟这个 咱们这个文物上 这个 观赏这个马维都先生曾经说过 你真的东西看多了 这假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种就没经过后天处理啊 比较松散 自然形成的叮铃栓色 这个比较少啊 比较少 大部分没有啊 我以前老说了一句话 普通人啊 咱不能说正常人吧 因为普通这个有叮铃栓色也不能说算是一种什么大的毛病 所以我一般不愿意不愿意说这个正常人这个概念 普通人当中呢 绝大多数人不需要做外耳道的清理的啊 不需要 真正有东西 像刚才这样啊 你自己也弄不了 所以你自己至于你自己是不是定期的什么棉签啊 外耳勺的青耳朵 我觉得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啊 这是一个像肥皂一样的一个啊 我之前说过 这东西我是按真菌处理的 这个病例呢 是外地的 在当地啊 他 据他自己说 大概曾经处理过很长一段时间 每次啊 清理完 呃 两周左右就又满满的啊 就非常痛苦 就每个月都在往医院跑 后来我去年吧 啊不对 是今年一月 春节前 他跟我说的好像是春节前的时候呃 清理过一次 然后呃 后期就没什么感觉 一直到最近呃 确实还是挺多 但是如果说跟以前那个相比速度 我觉得明显是减慢了 因为后当时我给他用药了 局部用了抗真菌的药 就明显的减缓了这个这玩意儿生长的速度 那真菌这东西 有些人啊 只能说有些人 不是所有人啊 这东西因人而言 有一些人呢 就是很顽固 继续给他用抗真菌药 很多人问能不能根治啊 我说你先治治看看吧 你真菌的包子啊 就自然界到处都有啊 你的外道一旦适合他生长 他就会 嗯 茁壮的成长啊 这是一个咱们的风吹麦浪啊 风吹麦浪啊 风吹麦浪 广色的真菌 这人还有骨膜穿孔啊 所以我之前说过不要轻易做外道冲洗就在这 小麦浪啊 像这个病例如果真是啊 如果没有这种显微的吸引器啊 没有耳内镜 按传统的直接清洗的冲洗的话可就惨了啊 这个真菌就全部冲到中二一圈 嗯 它有一个骨膜大的窗孔 这个病例也是复发的 之前看过一次 几个月之前吧 当时刚刚干了一段时间啊 后期因为准备考虑做 呃 骨膜修补的时候啊 又复发了 那真菌这东西差异很大啊 有的人就犯的很勤 有的人 反正我感觉啊 应该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一次治疗啊 可以的 嗯 有不到一半的人吧 可能会需要反复 还有少数人真的是 我见过最狠的两个病例 在我这前前后后 连连续续看了大概有半年快一年 嗯 后来才没有 我也不知道是好了还是放弃了 哈哈哈 大多数病例啊 一半多以上的病例 在清理完 嗯 一次上药 呃 以后就 嗯 好了 确实是好了 因为有些病 这些病例当中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时候再来看 还是很干净 这个病例如果冲的话 这个 可就麻烦大了 所以我 很久很久很久不做这个冲洗的操作了 嗯 然后继续打药啊 咱们的 表画啊 对这表画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好 这样要看你来看 我们有什么事 好 咱们下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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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周笔